继续来关心校园内食安的问题 这是县府全面清查学校午餐食材来源 结果均未使用有问题的豆类制品 不过县府也强调 未来人会持续不定期抽查营养午餐的食材 为校园食品安全把关 教育处表示 在爆发黑心豆类制品之后 随即会同卫生单位 全面清查县内学校营养午餐食材的来源 结果通通没有查到 有使用千辛食业社所制造的问题产品 豆干类的产品 它添加了一些非法的乳化剂 那宜安县的所有自办午餐的学校 和委托团善厂商来办理的这些学校 我们透过全面的清查 那在这一次宜安县的所有学校 我们在之前以及现在目前 使用的产品都没有用到这些违法的食品 因此我们宜安县的学童呢 所吃的这个午餐呢 是安全的 教育处也指出 因应近年来国内食品安全问题停传 县政府也要求学校指定专人 将每天所使用的营养午餐食材和调味料 上网公告 以公日后相关单位来查验 学校呢 它必须每天把它所吃的菜 还有它的这些菜色的来源 包含调味料 都在定期的上传到我们这个网路上 因此呢 我们每天都可以知道 学校它到底用了什么样的食材 那这些食材是不是安全 那对学童的健康会不会造成影响 所以这一块呢 我想在我们县内 所有的学生和家长应该都能够放心 那不过未来我们会持续的来 这个为学童的午餐的营养跟健康来做把关 教育处也强调 未来人将持续不定期抽查营养午餐的食材 为校园食品安全把关 确保学生身体健康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